疫情期间除了居家上班也可以居家线上学习 花莲县府青年发展中心日前举办哈豪线上同学会 随着疫情降级为二级 13号举办学习成果分享会 也鼓励学员持续保持向学的精神 让学习不中断 疫情三级警戒期间 多数民众或学生开启居家上班或上课的生活方式 花莲县府青年发展中心 日前和哈豪好学校forbusiness线上课程平台签约合作 透过友善的线上学习环境 让民众宰在家也能学习学校没教的事 来上课的学员身份有青年安心创业贷款需求 税及涉于花莲的业者 或是有想要创业的民众等符合资格者 安排拍照文案社群沟通等职场常用到的职能专业 作为线上课程学习的内容 13日上午举办的线上学习成果分享 主的让学员在疫情降二级后 能有机会实地心得分享和交流 也同时颁发现上学习时数最多的前五名学员 以此肯定 此盘鼓励学员持续向学 为未来的职场做好规划 也让学习不中断 这一场帮远华联迟报导